弱部部分的话其实也是延伸前面的 但是难度又会更高 那基本上做法上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我们会先找其中一个 那合并的话是一定的 打开它对不对 那这边之后我现在输出就不是CSV 这输出就全部都是XLX都是以上档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 能够把其他的合并过来的话 第一个我开假设老 我不要动他的原来的档的前提下 第一个的话我可以先开启一般 比如说第一个第一个一般 然后做什么按右键 先做什么移动或复制 我先建一个新的活跃部 所以第一次的话是建新的活跃部 然后做什么建立一个副本 然后按确定 然后他就弹出来了 这个叫活跃部 反正一个名称 也就把乙班带过来 有没有 然后我要需要怎么样 把后面这个乙班等下把它关掉 因为他就不需要了 那将来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 再把其他的那个几个班级怎么样 就是分别把它抠到后面 抠到后面来 OK一个一个抠过来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第一次的话呢 就是直接copy copy的话呢 后面不用加before或after 为什么 因为直接就是call一个新的活跃部 那名称也许叫什么 也许我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全部好了 给他一个名称 党名就是全部 那后面的话呢 因为他们都必须把它放到乙班的后面 或前面都可以 反正就全部汇整在一起 那所以呢 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一样用copy的指令 可是后面会加上那个after 比如说乙班就把它放在乙班后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写出来 大概结果先show一下demo一下 因为这个难度 相较于刚刚的那个部分 其实难度会比较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程式部分 刚刚的部分 那我先把里面的 这个活跃部 这个先把它关掉 那假如说我今天程式一样是写到问题07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 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然后一样先抓到我们要 就是合并的目录给他 不过现在是 beyond fire download 直接就是把它写固定的 然后告诉他说 我请你在这个里面 帮我把所有的档案 一个一个帮我找出来 所以我这边的话用dir 给他目录 去帮我找底下的所有档案 那先找到哪一个呢 先找到的是钉班 OK他应该是按照笔画还是怎么开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 跑回圈 跑回圈的话就当那个档案 不等于空的 就是有档案 找到了 OK钉班 然后我做什么呢 用 那个workbook 物件有没有 其实是工作部物件 如果目前游标是在那里 就是activeworkbook 但如果说你 游标不在上面的话 你就workbook加一次 有没有 workbook 后面有个方法叫open 意思是说我要开档的意思 那我已经知道说 目录在这里 档案在这里 那我就怎么样 把目录加档案 记得中间一样 要加这个 如果没有加这个反斜线 跟目录符号的话 他就开不到了 应该可以懂吧 我觉得意思是说怎么样 把这个档案帮我开起来 开起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意思是说 我把钉班开起来 那钉班开起来做什么呢 就是我要先 所以钉班是第一次开的 那我 先判断什么 它是不是第一次开启 所以这里的话 我多一个变数叫i 它如果不等于1 不等于1就是第一次开启 那我是用什么呢 在序折1 第一个就是我目前的这一 这个钉班的部分 其实它因为只会有一个 所以我用序折1 点Copy 那Copy的话 它就怎样 先帮我复制一个 因为后面没有什么 没有那个前面或后面的话 有没有发现 这边没有 因为它第一次开启 会进到这里 那之后开启的话 都是After 什么呢 全部的第一个后面 就一直帮我放到后面去 只有第一次开的话 才会是开一个就是空白的工作簿 之后的话 就塞到就工作簿的后面 所以 再来的话 我就怎么样 在Safe S 把它存在哪里呢 存在桌面上叫全部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刚刚已经有了 把它盖过去 那并且把i的值改成1 为什么i的值改成1 因为 它这个地方不等于1 等于是第一次才会进来 等于1之后 它就变跳下面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主要是控制说 它是不是第一次被开启 如果是的话 那就等于1 然后并且把它什么 close掉 把哪个档呢 把丁班close掉了 close 那丁班close掉 你会发现 这个全部还在 因为我们只是把那个 复制之后 就是复制之前的那个丁班关掉 那全部还在 所以之后的话呢 后面 第二次开的 之后 这DIR 有没有这个DIR就是再去找 丁班 所以它把什么 丁班开起来 有没有 所以目录加丁班 然后呢 它现在是不是第一次开启 不是了 所以就跳L 因为现在i已经等于1了 OK 所以等于1的话就不会进到这个逻辑 它是 不等于1嘛 就不 这个地方 当它不等于1才会进到这个地方 等于1的话就等于是跑L 然后怎么样呢 帮我把这个丁班怎么样 放到那个 这个全部的后面 所以 放到后面去 然后把它关掉了 OK 然后再换下一个 因此类推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全部里面的话 就是会有两个 一个是 丁班 一个是丙班 那因此类推 后面的话呢 都一样 就是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是哪一个 下一个 以班 所以以班 再帮我把它放到 所以它再开起来 然后呢 再帮我把它复制到全部的后面 把以班关掉 OK 然后换下一个 因此类推 所以你会发现 以班部分呢 又过来了 在这边 其他的话呢 一直类推 所以呢 就让其他的分别 帮我放到这个后面 他就复制过来 一个一个 一个的复制 那复制完之后的话 记得 全部都抠过来之后的话 那全部里面的话 就变成有 那个13个班级的 这个工作表 全部都帮我放在这边 那最后记得 这边的话呢 我要把全 目前这个 把它关掉 Close 但是这边注意哦 后面我多写一个叫什么 Safe Change 之前 关掉就是 等于False Safe Change等于False 那就不存档 但这里的话记得 一定要True 如果没有True的话 你刚刚做的东西 都没有存档 意思就是说呢 可能只有 第一个 会有 其他都不见 因为我之前 我就是这一行 我记得好像没有加 但是好像存完之后 发现其他怎么打开 只有一个班级 其他班都不见了 因为就少这一行 所以Safe Change 好把它关掉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结束掉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13个班级的结果 就会通通放在哪里 放在全部里 这个地方 这边 这边就帮我合并到这边 里面 OK 不过另外还有一点 可能要注意 合并 那个 所有的活跃部 记得 你这个全部 你不能说 存档 因为之前有同学 是把全部 这个档 有没有 直接呢 就建到这里面来 对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指向的是 这个目录给他 那你又叫他存这个档 那不是自己 又存到自己里面去 自己又呼叫自己 自己又存到自己里面去 那变成这样 最后存不完 因为自己又打开自己 然后自己又存进去自己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指的是 这个目录里面 你却又存一个档在这里 所以他会变成说 最后好像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记得 一定要把它放到 目录的外面 你不能说混在里面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因为这个部分 城市是真的是 比较复杂一点点 所以我直接在云端白板里面 我们的第九个单元 里面的那个合并活跃部 那我刚刚就是讲的是这一段 所以也许各位可以直接 干脆参考这一段 看有没有哪一些地方 可能比较不清楚的部分 我是建议你可以 按设一个中段点 跑一下 逻辑上面 就是我刚刚讲的 第一次的话 就是 开一个新的 比如说第一次开丁班 那我就点Copy 意思说把丁班 重新开一个新的 活跃部 是空白的 叫活跃部一 活跃部二之类的 然后呢 就把它另存 档名叫全部 记得不要放在 同一个目录里面 如果放同一个目录里面的话 就会产生问题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是 刚好又把 你的那个档又存进去 他DIR又找到全部 而又把全部打开了 又自己再存给自己里面去 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那 之后的 开的 那个活跃部 就分别放在 那个点Copy 到全部的那个后面去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